大家好,我是肖肖 今天带来这一盘残局 这盘残局呢,可谓说是弃双炮将军的鼻祖 这样一盘棋局 那首先开局 黑方这里是 进局,杀 进局,杀 两头叫杀 那弘方呢,就别得起 也没什么可走的 唯有气双炮一将 然后再进局,杀杀 那弘方正手呢,也是如此 平炮一将 黑君只能吃掉 然后再平炮一将 此时黑君可不会再吃 他会 任性 仗着 你不敢吃他 就顺到你面前 现在耀武扬威 说起来也是可恨 但是你红君确实呢 也没办法 也暂时还不能打他怎么样 现在你如果吃鞠 那他直接一进局 盖死了 所以现在是不能来吃鞠 但是你不吃鞠 你要怎么守住 这进局就是叫杀得起呢 如果说这里用平鞠来守的话 那还要放就 鞠 吃鞠 就算你这里过来 砍掉 你换掉 那也不行啊 好像 但是 你现在要红花 哪怕 你可以砍 但是他就可以 进局 叫杀 如果说这里你不砍 而是说 退胖来守住底下这一步的话 好 那黑方这里就可以来一个 平鞠一将 你再平率 然后再平鞠一将 移行换位 西兴大法 也是叫杀 所以 由此呢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平鞠来看 那是肯定 看不住 平鞠看不住 那就只有 你唯有 退胖来守 你现在再进鞠 进竹将军 炮一打 你再过来 跟你拱 鞠呢 你进鞠砍 那我兵一拱 如果说这里 黑方想要拱炮的话 那 我前面走不了 我可以横着走啊 竖的走不了 我横着走 一样叫杀 所以黑方呢 也是不能拱炮 不能拱炮 那红方这里可就等着叫杀了呀 现在你不吃我 我也可以不吃你了 我直接平均也是叫杀 也能够杀死你的老将 也能弄死你 那黑方这样不肯呢 肯定要进去砍掉 只能换 只能换 经过这样一番交换过后呢 黑方仅有两足 而红方呢有四兵一炮 红方 子力可是比较强盛 那红方这个旗好像顺利在旺了 你拿我没什么办法了 当然如果说黑方这里平足拱炮的话 那确实是拿他没什么办法 红方确实也是顺利在旺了 红方只要一进兵一步就叫杀 你黑方肯定守不住 那你进攻呢 也慢 黑方要一步两步就叫杀 而红方只需要一步 所以你这个炮呢 先被看着在嘴里边 但是不能动 但是黑方呢也没办 他可以平足一将 老帅平足 然后再平足 现在你如果还是进兵准备叫杀 好 那黑方这里就有进竹一将 就是说你炮打足可以打 但是也来不及 因为现在中花式足拱大将 你只能一瓶帅 然后再一瓶足拱炮一将军 老帅一瓶中再借降足弓一将叫杀 所以啊在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他这里是不能再进兵 你进兵你是来不及 因为黑方这里有进竹在平足拱炮 有个连杀的起 连杀的起 如果说你这里不走兵 那你先退炮来遮住一下降绵呢 他依然是进竹一将只能一瓶 完了以后再进竹 你现在就算你再进兵 要一步两步才叫杀 我再瓶足一将就叫杀 红方也是慢 他好像红旗在这里可就摆了呀 守不住了呀 红方这么多个兵还有个炮 难道都守不住 守不齐 当然不是 红方这里的阵神 应该是先摆一帅 但是有的旗友呢 可能也会说 你摆帅他仍然是进竹啊 你这个炮你也打不了他 被老将牵着住吗 走不了啊 帅哥红脸还是死的呀 那老红炮现在可不可以 来个泰山压顶呢 当然不行 这个他仍然是进竹 下一步骑呢 也是要杀 哪怕你进兵一将 他都可以不管 直接给你拱掉就是 做掉就是 现在这个兵 进兵也好还是平平 他都可以给你做掉 因为黑方这里只需要轻轻平竹 他都是杀起 所以由此可见 在红方平算以后 黑方进竹 红炮呢 是不能推到老将前面 但是不退好像也不行 你只能说是退 你只能说是退 这里的手应该是配的 多退两步 但你不要配那么多 现在你如果再过来平足一将 那我老将可以给你做掉 所以这里自然是不赶过来 只能说是进竹 赛功能也是叫杀 那同方还在守住吗 同方这里 当然 他这里可以进兵 一将 等你老将吃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平泡一将 然后 你老将得走吧 或者像族得走吧 像一走 或者老将一走 那我这里 你这个族可就永远过不来 你一过来炮一打一化 那我还有这么多兵 那这个族我不就赢了吗 所以 在红方这里 进兵将军的时候 黑方老将 自然不肯平将 自然不能乖乖的平将 要上将 然后 再平兵 再起兵一将 现在你可不得 不做 关在我的计划来 如果你不平将 坐在这个兵 你上将 那我这里平兵 不就把你拱死了吗 所以黑方老将这里是 只能 把兵一坐 然后再平抛一将 现在老将呢 这样再走 老将可能是要平到六路线 不能平四 有算 但是有的起有可能会说 我这里能不能走向呢 但是如果你的上 你飞高向 冰果直接拱着 你飞落向的话 那他这里同样 冰可就过河了 所以你这个象呢 自然不能走 也不愿意走 不愿意让他这个冰过河 所以 这里选择 这样五十六 而 红封呢 你按照计划 如愿以藏着手桌 你黑方这个竹过来叫沙 但黑方这里 两竹肯定不愿意走 不愿意走 不管你走哪个竹往旁边一走开一挪开 那他的老帅一出来红炮 也解脱 红炮一解脱 那黑方这个旗可就说 可以就说是说必反 所以黑方这两竹肯定不愿意挪位子 不挪位子吧 虽然你无聊 但羡慕前而言 还不至于办 因为你这个冰 虽然你红炮这么多冰 你这个冰是底冰 而你这个冰呢 过不了 过不来 你这个冰 隔得又远 还能不能降溯 还能一说 所以这里 红方一江 老江一出 现在红方行 红方自然呢 要平平 你赶紧平平过来 你平平吧 那黑方这里 可以用将走险起 等你再平平 他又可以走险 现在你不能拱向 你拱向他一飞 那这样 他同样限制住 你这个冰 同样还是过不来 这来说进冰 还是卡住黑方老江 不能让他随着走 那黑方还是上架 你这里 依然是再平平过来 现在黑方老江不能走 中向不能走 唯有一个走能去飞边向 但是你也飞边向嘛 好像你还可以再落回 但是红方就平平过来 现在你的向呢 也不能落回 但是你可以再飞一个高向啊 下一来你红方现在 你需要红方 这起义比较多 但是 兵不能走 帅不能走 还有两个第一兵 也弄死老江 炮呢 也不敢挪窝 你的炮随便只要捧着一挪窝 好 那他这里 轻轻一平足 直接叫杀 所以 黑方这里 虽然有两个足 但却能限制 红方 虽然他只有两向 但是也能限制你这个高兵 唯一能取胜的这个高兵 能够限制住你 而黑方呢 这个旗 它有向 也可以走旋旗 它可以这样一这样一摩棋盘 黑方 有向可以摩棋盘 而红方呢 有冰 有胖 它可以竖着 这样走 这样摩棋盘 所以这个旗 红方这里 虽然子力众多 但是也是被黑方养足 养相 牵着的死死的 红海双方呢 干脆就此达成 合体直接握手咽喉 好 今天的残局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